今天校园里特别热闹 是学生对外展示学习成果的重要日子 阿兰与其他家长一样 早早出门来到学校 期待欣赏孩子们费心准备的科学展 一样的差异我们在这些活动和教育中的教育中 是因为学生其实是主持人的教育 所以他们选择这个题目 他们选择什么要学习 他们选择什么要学习 然后教育们在这些学习来输入学校的技术 他们学习要提供应该活动 所以,你不太容易 在那裡,你不太喜歡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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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那裡,你不喜歡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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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初, 阿拉米太太, 決定舉家搬回台灣, 考量孩子的中文能力, 一時無法銜接, 體制內的教育系統, 沒想到, 夫妻兩人帶著孩子, 就此走進實驗教育的場域, 疫情沒想到那麼久, 所以我們決定要留在台灣生根, 那就必須要顧慮到她的語言學習, 為了讓孩子能夠順利接軌 台灣的國小教育, 於是阿拉米太太黃慧芳決定, 創辦實驗教育團體, 新移民的家庭, 可能因為技術來到了台灣, 然後他們的孩子的下一代的教育, 也希望能夠有更多的選擇, 所以我們就越來越凝聚, 因此也希望這個實驗教育團體, 可以慢慢慢慢的擴展, 穩健的成長, 能夠讓這個實驗教育變成一個機構, 變成一個有制度的團體。 選擇陪伴孩子一起成長與探索, 阿拉米太太黃慧芳, 跨越了重重難關, 勇敢向前的歧視精神, 讓這一家踏上創辦實驗教育團體之路, 也意外灌溉出, 一處深意盎然的新天地。